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Patrick 今天的视频还是有关系到联盟行销 那么我今天会再介绍多一个网站 联盟行销的网站 那么我为什么要介绍不同不同的网站呢 因为每一个网站都有它的特处 每一个网站都有它unit的product 它的产品可能是这个网站有了而已 其他网站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都要看全部网站 这个网站也是国外的网站 它是德国的一家公司 那么我们来看看它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 联盟行销的产品 我们来看看这个网站是什么样的网站 它就叫digistore24.com 你们来到这个网站呢 它就是这样子的页面 那么当然你们一进来 你们就是要注册一个账号 你们可以去register一个账号 但是我已经有了账号 我就直接login 我来给你们看看 现在我已经login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网站的主页 它的dashboard就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当然要来找的是产品 所以你一个户口它可以有两个身份 有两个身份 一个vendor一个是affiliate vendor的意思就是你自己有产品 那么你要把它放在digistore24上面去卖 那么你就有了自己的产品 那么affiliate就是你要退销别人的产品 这样子 我们来到这个页面之后 它跟clickbank我之前的那个视频 有一点相似 我们都是来marketplace marketplace 所以一点进来呢 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这边有category 那么它的category只有一层 这一家产品是比较少了一点 但是它还是有的 它还是有的 你看它的ranking 它没有clickbank那么高 它是3725 也算是非常的高了 它的ranking 这个数字越小越好 越小越好 Google是e了 这样子 我们进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选我们要的category 那么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选跟business 还是email 还是computer有关的那个产品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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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 internet marketing and e-business 都可以选择来退销 那么这个网站呢 就比较直接 它的那个athlet的link已经在这里了 有promo link 你一点一下 它就可以打开了 那么每个产品呢 都会offer它们不同不同的 那个commission 你看这个产品 Maticor Maticor 这是一个减肥的药物来的 它给你一个85%的commission 几乎全部都给你了 你看看 那么你可以点这个link来看 把它点开来 其实这个就是它的landing page 它的landing page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 这里很多 这个video 它们拍得非常的不错 有一些landing page 真的是拍得不错 那么你的这个promos link呢 你就可以把它抄下来 你点一下它就可以给你抄 这样子抄下来 如果你把它配在这边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的user id 这个就是我的user id 这个就是product的id 它产品的id 所以我们点击去看看 所以我们点击去看看 那么它还是会redirect来这个 这个site 但是 在这一面我们是看不到任何 我们的user id的 所以你要确保 它一定有存在 它的那个id 那个uil里面 这个我stop一下 然后如果我们点进其中一个 但是我要买这个 我们点进去 它就来到它的checkout的那个page 通常这样的产品都是一面的landing page而已 那么第二面呢 一定是checkout的page 一定是checkout的page 那么我们来就来这里 所以它也没有说 那个我们的user id 所以你要非常肯定的 那个刚才你抄的那个url 它里面一定有 有你的那个user name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然的话你就收不到那个commission 那么这个site呢 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的payment呢 都可以用paypal 我们我之前介绍的那个clickbank呢 它是没有收paypal的 它是不能够 这样讲 用paypal来过账 那么这个是可以用paypal来过账 然后你如果有paypal的话 它也可以把钱 你赚了commission之后 它也可以把这个钱 送到你的paypal的户口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transfer回来马来西亚 paypal是可以跟直接 transfer回来马来西亚的银行 如果少过400令吉的话 它会有收费了 paypal 如果你超过400令吉的话 那么你transfer回来马来西亚的银行 是免费的 是免费的 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个产品 这边还有很多产品 你们可以去看看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它的那个数据 它的数据 它的sales rank 它的conversion 然后它的那个billing的type 它的price 它的价钱 它的commission它会可以给你多少 这样子你可以赚多少钱 你卖了 你把它卖掉的话 你可以赚多少钱 这个其实是physical product physical product 但是它就好像dropshipping一样了 这样子做的话 你就帮它推销而已 你这边可以点开来 我们看一下 Number one in supplements Number one physical products Number one in all products Number one in all products 所以它是非常好卖的产品 意思说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 那么你抄下来的这些 这些link呢 你还要去shorten它 shorten它 如果你们还不会怎样shorten的话 你看回我之前 拍clickbank的时候的那个视频 它里面有教你们要怎样把它 常常的URL shorten成短短短的URL 然后别人看了 不知道这个是athlet marketing的 你是在推销别人的产品 这是我们要的 那么你就可以开始在Facebook 在Twitter 在WhatsApp 去推销你的产品 这样子 那么联盟行销呢 它是可以给你带来非常丰厚的 这个收入 但是呢 有时候了 有时候 你必须要非常的active active的去经营这一盘生意 你一把它放下 你没有promote呢 它就没有了收入 它就不能卖了 你没有promote嘛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active的收入 所以我在疫情的时候呢 我们都学会了很多事情了 其中的一个事情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被动收入 所以我在这个期间呢 我开发了两个被动收入 那么这个被动收入虽然还不能够为我带来很大的收入 但是我相信 一段时间之后呢 它会给我带来非常丰富的收入 那么我的养老金呢 就有了着落 那么为什么我说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被动收入呢 你们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你不能工作了 不管你是什么原因你不能工作 你是老了啦 你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啦 还是其他的原因 你们怎么样生活 你们怎么样生活 马来西亚有很多人都没有退休金的 都还是或者是退休金根本就不够 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 要怎么样创造一个被动收入 当然你可以一次过赚几百万 几百万 赚了几百万呢 还是一千万呢 还是多少 那么你就可以直接退休了 但是有多少人能够做到这个 这一点 真的是不多 真的是不多 所以我们要创造一个被动收入 so that我们在不用工作的情况下 也可以有收入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比较有保障 比较有保障 那么如果你想要知道 我开发的那两个被动收入是什么呢 欢迎你们来描述栏里找我的contact 跟我来聊 我会告诉你我的两个被动收入是什么 然后我是怎样开始的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创造同样的被动收入 这样子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点个赞 分享我的视频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拜拜 下期见